哈嘍大家好 我是西区 让各位期待已久的进阶教学 我终于拍好啦 这一次的影片呢 在之前这一部基础教学影片之外 进阶教给各位一些技巧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欢迎这一次的嘉宾 第一课就是了解现在的磁铁 现在的磁铁相吸及相刺 跟以前相比有大幅的调整 相刺有多短呢 嗯就是这么短 而相刺有些人会纳闷 有时弹的短 有时弹的远 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理很简单 在弹出去的瞬间 离监管者越近 弹得越远 离得越远 弹得越短 就是这么简单 再来湘西的距离也明显缩短很多 触发的距离大概这个长度 再来第二课 了解进阶的湘西及相刺 像前面看到的 相刺的距离已经几乎短到不需要蓄力 那要如何使用才好呢 让我打开你们的大脑眼睛灵光 地形基本上有很多L型砖角 好比如阶梯就是最好的例子 只要提前放磁铁 站在脚口的地方 触发磁铁后再移动一小距离 以防自己卡bug小晕 这样也可以爽爽无伤退运监管者啦 至于湖井村的桥 你们去试试看吧 会发现新大路的哦 再来就是救人的技术操作 很常监管者会堵在椅子口 很难有长距离可以吸暈他 但别担心 先不管能吸他多远 吸过来晕之后 再丢一颗磁铁 醒来再把他这样推去撞墙 就有人简单利落 再来就是湘西 很多人都会站在原地吸监管者 但你有没有想过 在触发磁铁的瞬间 还是有一秒多的时间可以走位 又或者拉更长 就像这样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没办法吸对吧 那如果这样呢 有没有打通你们的眼睛跟头脑啊 而湘西运用的技巧比较高一点 脑袋必须非常灵光清楚 运用每一场的突发地点 去西运监管者改逃跑路线 讲白了 就是你的头脑要非常高的临场反应 熟练了还能有高技巧的三连锡牵制 多香啊 第三课 高抛磁铁 有些人觉得磁铁只能平丢 但其实也能这样丢 再这样丢 那样丢 那样丢 还有这样丢 再这样丢 继续丢 而这些技巧都是在排位上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队友 非常需要的一手技术 不仅能救人 还能干扰监管者追击求生者 简单来说 只要是过板过床的地方 都能这样丢 至于墙壁吗 你就要靠经验去累积啰 最后一刻 磁铁到底怎么消失的 基本磁铁一颗存在身上20秒 香刺的线如果消失了 磁铁就会消失 如果是香溪 拉在远都不会断 至于怎么切换不让磁铁消失 就考验你的反应及操作啰 而磁铁监管者不再只会吸到一颗 可以无限吸收 最后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勘探员可以高技巧 也可以是个普通角 一切取决你的反应力与操作 想玩歪监管者吗 那你就花时间去苦练吧 你说看探员很雷吗 你才雷吧你 好啦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有提供给各位很好的知识 教学影片真的有点难踩 希望这次的影片能有点高点观看啰 那我们下次再见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